被称为徐老怪的徐克 擅长各种风格的电影 87年他无意看到了 聊斋之夜中的一篇故事 聂小倩被里面的情节深深迷住 于是徐克决定 把这段故事搬上荧幕 男主角他心里也早早就有了人选 就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张国荣 可两人之前的恩怨 让张国荣一直不能释怀 为表歉意 他决定用这部电影当作陪礼 可他刚登门表明来意 就被拒绝了 张国荣是圈内出了名的好脾气 徐克到底犯了什么大错 才会让哥哥如此生气 当时徐克作为英雄本色的导演 邀请张国荣出演里面的主演 可最后随着剧本的改动 周润发的戏份越来越多 张国荣直接从一个主演 变成了一个配角 而且角色还十分的不讨喜 这不是妥妥的欺骗吗 关于这一点 好脾气的张国荣并不在意 可徐克始终觉得很愧疚 于是为他量身打造了 宁采臣 看起来是诚意满满 可在听到徐克同样的话术 同样的套路 这次说什么 张国荣都不再上当了 直接就回绝了 可徐克也不愿放弃 在软磨硬炮下 张国荣愿意看看剧本 可看完剧本 他仍然很犹豫 因为这是一部古装剧 他并不喜欢穿古装 徐克见张国荣此时态度有所松动 便开始了自己的忽悠大法 跟他说呢 这虽是一个古装剧 但是讲的却是一个现代的故事 服饰和情节都会比较现代 于是张国荣就这样 再次被他说服了 直到去到剧组才发现自己又被欺骗了 不但让他穿奇奇怪怪的古装 还让他和果子里和蛇演对手戏 这可把张国荣气坏了 但已经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唯一能苦中作乐的就是徐克答应 会让钟森明菜出演聂小倩 这是他很喜欢的演员 可没能乐多久 这样的愿望也落空了 对方觉得出演女鬼 很影响自己的形象 徐克三分五次去谈都没能谈下来 这时年仅19岁的王祖贤出现了 他面试的第一次就遭到了拒绝 作为篮球运动员的王祖贤身高1米72 身材高大并不具有那种清冷的气质 徐克见完直接就淘汰了 可王祖贤却没有放弃 第二次直接去到了剧组市庄 徐克见他又来了 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只能让他试一下 结果王祖贤一穿 就穿出了聂小倩的清冷幽怨 徐克立马拍板让他出演 从此王祖贤被誉为最美的女鬼 风靡整个香港 祖贤穿衣也成了港影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因为王祖贤身在高大 其中有一场戏 张国荣抱不动他就摔倒了 这段本来是废片 谁知被导演捡到了正片里 巧妙地突出了一个书中的 弹弱气质 关于角色的设定 徐克也是脑洞大开 让编剧把聂小倩写成叶总会的小姐 黑山老妖写成里面的妈妈嫂 所以聂小倩才能又美又妖 影片中王祖贤和张国荣 还有一场激情戏 可惜惨遭徐克一剪眉 不过他们塑造的形象却十分成功 都说张国荣之后再无宁采臣 王祖贤之后也再无聂小倩 十里平湖 双满天 那时候的王祖贤才十九岁 张国荣在剧组很照顾他 王祖贤也喜欢撒娇地喊他哥哥 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随声附和着叫 渐渐地大家都开始喊张国荣哥哥 这也是他被称为哥哥的由来 徐克除了得罪张国荣 差点错失王祖贤 还差点失去黄瞻的配乐 当时听说徐克要拍摄这部影片 黄瞻就自己报名要给他配乐 可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徐克说自己已经有安排了 黄瞻听到这儿也只能作罢 可到了最后徐克再次被打脸 几版词曲接连被逼 徐克只能厚着脸皮 再去找黄瞻作词作曲 好在黄瞻也不是小心眼的人 于是就有了影片中 那几首加作 这可能就是好事多魔 最后影片上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不但提名金马和金像两大奖项 黄祖贤更是借此迈入了事业的高峰 看见第一部反响如此好 徐克又筹划了第二第三部 可惜没能延续辉煌 张国荣也因为不愿意出演重复的角色 第三部就缺席了 但也很感谢他的出演 在影史上为我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还有一个小彩蛋 影片中那个贪官是王金 你发现了吗 当时王金来探班正好缺一个人 他就被临时抓来充数 不过是个小角色 可能很多人都没看出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影片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跟小千一个是人一个是鬼 却都一样身不由己 我们聊很像 像才令人痛苦 你又给了我一次假希望 我们下期再见 都不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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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